大家好,潘大师,欢迎收看本带,关键一把,胡哥的路头 最近上风很猛,画家,拥兵,机械,入联石,这种好,这种打路头真很好 你看,机械是被抓,挖在外面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入联石被抓了,我自己就自己,画家被抓了,我这边 那个屁股不受影响,拥兵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救 而且我还救下来,还有挖 这边有个娃,勾好了,娃打掉 这边,傭兵在脸上,胡哥带的是个金身 仙草剑石,仙草剑石,这个金身带的,未免有点太针对了吧 怎么定,上来就准备创画家的嘛 机械式的娃被打,其实穷者还蛮尴尬的 过来的话,找到了这边入联石 只有人家带传送会更好一点吧 那入联石灵就可能会断你大节奏的 这里,入联石这个皮肤还蛮好看的 下一勾,夹子封住一边,然后下一勾压住位置带走了 比较难,因为这个点位的两块板子都是矮剑层 胡哥这边,还再放一个甲,这么求纹吗 一勾过板,回身一刀漂亮 就他这局这个金身带的,我是真的觉得 金身可能过板用的 也不是说我金身就一定要顶你我这幅画了 是我想的太局限了 是我想的太局限了 我金身过板行不行的 对不对 金身过板,然后你这边下了板子以后翻 我给你个震射,是不是一刀直接秒杀 这个我们之前是见过那个 另一个顶尖路头啊 四哥的 操作的一刀 好的,画家这边想顶不画 那我这边先追一波画家 撤着薄命这个小时间来追一波画家 来,一勾 飞轮,就知道你要交飞轮了 他这勾打歪的 他这勾打歪的 理论上面来讲,这勾不太会歪 我感觉他是不是就是 有这个考量 因为你如果是双坛 那我这勾歪了到你旁边 我也是能打到这一刀 但你这勾如果是飞轮 我这勾就不亏了 这边已经开门站的夹子都封好了 这局穷者有点难打 有点难打 我们算下几子 总量上来讲的话 现在是三台半 四个开门站是肯定不可能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猴哥 猴哥了呢 猴哥的后续 猴哥的后续 傭兵这边 过来的时间上面有点晚了 那这边 不救了 不救的话 机械师的娃娃和画家这边 修掉一台 画家这边状态也不好 还行吧 还行吧 顶着画 金身直接顶 一刀打 然后后面一刀 这幅画应该是画不出来 这幅画应该是画不出来 钩子压住外面两台机子 蛮难的 我觉得这局穷者蛮难的 因为猴哥待会儿开门站一个底牌 直接勾住一个政策 压住佣兵的机子 佣兵这边的话 可以可以 佣兵这边机子点开就还行 那外面机械师 猴哥这边直接牵人传送 看一下他这时候应该是 要去管机械师管遗产机了 管遗产机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不管遗产机的话 让佣兵这边压着画家这个屁股 也不会过半 对路头来讲其实蛮亏的 这里先将机械师击倒 然后来回的拉扯 拉扯 先把这传送拖出来 有的打 我觉得胡哥这把大概率还是赢的 这个没够中 这个够的话预判了一下走位 没能成 这里的话还有车 那机械师可以吃一刀开车 这波节奏好像又不一样了 放假 打一刀 直接开车走 那边的话两个人强起密码机 这密码机两个人强修有点快 过来先排耳鸣看看鬼屋里面有没有人修 没有 画家先拉走 佣兵顶在这边 其实我觉得当时 机械师如果说能够抱自己开车走了的情况下 画家这边佣兵把它摸满会更好 这一钩漂亮 一刀打 好球这边全残 传送也搓出来了 传送也说出来 对于球者来讲 现在画家和机械师一定要补状态 一定要补状态对 这状态是一定要补满的 不补满这个局就没有了 对胡哥来讲 看到密码机走动我就 对吧 这佣兵我就行事性的追追的 他手里有护臂 我慢慢的消耗 慢慢的消耗 然后呢密码机动了我就传 密码机动了我就传 看到兄弟面状态一个补起来 然后知道两个人在补状态 那么下一个一定也在摸 但这波勾子没勾上 勾子没勾上 下一个勾 傭兵还剩下一个护臂 他选择回身过来来看一下这边鬼屋 刚才介石修的 鬼屋后的机子 有耳鸣了 不好说中间还是这一波 节奏没能蓄上 就是他追机械式传送落地 追界势的也不让界势开车走了 主要就是内勾内勾没勾中 但总体上来讲的最终的结果 我觉得还是偏一个多抓 还是偏一个多抓 平地打一刀前面的话 这个口子有夹子封住 所以说这机械式走不了 好 开密码机 这边的话 狐哥的夹子把这密码机封的 其实挺死的 外面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受伤 其实其实血修不太动 现在找到傭兵找到画家都可以 勾勾束 好 傭兵这边最后一个护臂 跳啊 傭兵没了 这傭兵应该是位置上面被一个钩子压住 来 回头看 这边界势还在拆 路头控场控的这么细 这么低 有耐心吗 很有耐心啊 这把的话讲道理 其实我关键下来是这种局中间拉扯局我是见过非常多的 这把穷者其实做的蛮好的 他们该补状态补状态 该救人救人 但其实这种局经常会遇到什么的就是 监管者这边打着打着有点打烦起来了 打咽起来了 怎么这么拉扯 这么状态补起来 然后他的节奏没续上以后 但胡哥真的是 一点都不着急啊 72的机子机 机械师这边 现在的话 这里 打一刀佣兵 确保佣兵这边即便你们俩尽量着佣兵也不是一个满血 再船 再拉扯一波 机械师半血的 我这边击倒机械师 你这边换家机子不可能好 那你现在只剩一个活人 勾过来 你香水回嘛 你香水回我这边 有一刀带你走有减速的 画家这边只能 其实他他得强行起机子的 我觉得他得强行起机子 当时这边的话 如果说这边传送了以后呢 画家强起机子 因为知道路头没有传送 如果说马基修量 佣兵画家两个活人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过来的话大概率没了 过来的话大概率没了 路头这边还给封个甲什么的 没勾中 没勾中这边压着 先把结石压过半 画家这边 在会儿对 我就知道这边可能要封夹子 封完夹子以后打一刀 然后再用无线勾 勾过去 把你勾回来一刀带走 用兵这边的机子不够的 无线勾 一勾拉近 第二勾拉近 好 这边 勾子封走位 来斯 真的是 打得滴水不漏啊 还有一个传送 还有一个传送 勇兵这边的话跳地窖 这边秒级点上有个跳地窖 应该是最好的 路头这边的话无线勾过赶过去 这把打得很久啊 真的 我觉得我上帝小看中间那个节奏 都有一点点就是打得会没耐心了 因为穷者确实应对的蛮好的 各个层面上面 而且再上狐哥中间有几勾 他是没勾中的 勾中的可能老早赢了 他中间好几次断勾 这个其实会非常影响 人的一个心情心态的 看勇兵他们跳地窖 因为这边的话路头是可以用夹子来封地窖的 他是可以用夹子来封地窖的 勾个娃 你不会还打一下吧 打一下 这这这这这这优兵 可能就走了 打娃娃 好这优兵跳地窖 没勾了 改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